三合中的试验是调音也是练习 百准千回中是预见也是默契 我们都期待这卷起袖子的自己 是你也是我从零开启的归零 当齐来山滚滚而下的水打在发电机的叶片上时 回水力发电将让出音的人们听到河水的出音 我们这边水池也很豐沛 大处都是水菌水量也都很大 回水力就是还是试验阶段 又不占空间又不会吵 它又能发电不是很好 每一个配合家的社区回收点 等着回收再利用的包装盒 都是循环岛拼图的一块 是在双北的社区设置归还点 就可能在他们的收发室或是在社区的大厅 所以让消费者他在回家的时候 他取货他家楼下 他就可以马上归换 希望可以把台湾变成循环岛 西岸最后一块人与生态的永续净土 是七谷渔民们最终的盼望 跟我们在地的生产结合 再从生产端延伸出来的平面东西 做生态旅游产业体验 我们对七谷的想象空间 我们希望说是全西岸最后一块可以锁住的净土 宝石原有一个养殖的示范模式 他不用抽鸡亚水 提供居民的一些经济收入之后 他也提供野生动物一个棋地的主要树来人之一 从个人的成长为起点 一马在劳力行动中对话 我们将看到一种全新的维行社会的实验 这就是我们未来想象的创新志工 他是为了自己的内在的创新或是再生而来 而不是为了来这边领工作 做一个创造相遇 共生跟共创的环境 分享跟回馈之间 它是一个量力而为 所以我们就叫做一马 一马归一马 你透过做这件事情 你才会理解 你是有能力可以去创造 属于你自己想要的那个世界 不会是靠很多消费东西 来补充你在物质世界的欲望 在行建除了有机与友善 还有用碳化的稻壳 从根本改良土地 从小我就对农药的味道 是觉得超级臭的 村长带头 邀请了行建村的一些农民 来做有机这一块 碳化稻壳除了杂草 一直在改良土壤 我们是在美丽的安荣西旁边 当你拿到安荣西的洛宇村旁边的时候 就走进来看看 我们终生明白 静灵依赖的不只是科技的真 更需要贴近土地与人性的善 当行动融入生活时 生命的美将再次璀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